吴尼娜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开始带你来看到 为了帮0403地震后的花莲 带来更多的正能量 张荣发慈善基金会与花莲县政府 华纳音乐吸手合作 宣布将在9月27号 在花莲市的东大门举办 2024花莲够美好演唱会 希望透过演唱会来传达 花莲依然美好 张荣发慈善基金会深耕花莲 在0403地震后 第一时间就联络县政府提供援助 而最近也听到民众感叹 大家是不是忘记花莲了 因此希望用演唱会来协助产业重建 也呼吁全台民众 持续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花莲 那四月三大地震之后 其实我们人家的话慈善基金会 就想到说 这多的电影响应该是很大 尤其是一个困惑的地区 所以说我们董事会里面就开了会 我们就决定说用专案来协助花莲 让花莲可以赶快把它好起来 我们想借着这个活动 吸引更多人来花莲这边观光 来参与这股活动 让大家对花莲 重新拾起这个信心 一起来促进花莲的生活进行 县长徐中卫表示 下半年花莲也会举办非常多精彩活动和 的赛事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花莲观光 那花莲现在九月份开始 其实我们的活动也相当多 非常多的赛事都在九月份开始启动 从九月份第一个礼拜的 积分赛在花莲 再来十月份就是我们的花莲博览会 也就是我们的实农教育的博览会 十月份是全国国语行竞赛 那是上万五个场地在花莲 所以整个下半年 其实花莲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和赛事 以及都在花莲 在这里我要再次感谢大家 一起来为花莲来加油 演唱会前更特别安排 两位花莲青年担任推广大使 将从8月20号到9月2号 开着可爱俏皮的胖卡车 环岛一周宣传演唱会的资讯 也会收集全台民众对花莲的祝福 这场演唱会在9月27号 要在东大门广场举行 邀请到华纳金曲歌手 萧黄奇 戴爱玲 新科金曲歌后 孙盛熙 高尔轩等六组艺人演出 希望透过演唱会 为观光和经济注入强行计 借着我们圣花莲市报导 下机机会